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好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晚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到一些香港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那我们香港出路这个网上电台的节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就不是希望 只和大家一起大致批评 政府 某机构 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不好 那大家发泄一番就算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一些讨论问题的根源 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脈 那提出一些具体性的解决方法 还有建议我们每个人 其实可以做到什么 令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呢 那简单来说 如果你是特首或者那位负责人 在当时的处境之下呢 你会怎样处理这件事呢 那我们今晚就很高兴就请到有位嘉宾王八先生 那他是狮子山学会的行政总监的 那其实在我们收听我们的香港出路的节目的人 都可能对狮子山学会都不是说不熟悉的 因为我们过去都数次 请过香港狮子山学会的不同的干事来 我们聊聊过的 那其中呢 宣伐文呢 都在以前呢 大概都是半年前左右 一年前左右 都其实都讲过这个题目的 就是直接都是叫做公平竞争法 那当时呢 宣伐文呢 就一开播就说明呢 千万不要叫他公平竞争法 因为呢 那个名字呢 就是 那个名字的真正那个法例 是在做叫做计划的竞争法 那他就一直强调呢 我们说了这个呢 都叫做计划竞争法 那为什么我又又说回这个题目呢 那原来最近呢 那香港那个星期入档案下 这个很草场历史的无线电视的一个节目 那一年两个星期来讨论这个问题的 那他就说出呢 就是在香港这个自由竞争体系里面呢 那其实出现很多的 不公平的所谓的 商场竞争的行为 那他目的呢 只有两个而已 一个就是谋取暴力啦 从而另一个是企图是独占市场 或者呢 侵占大部分的市场的 那他就给了很多很多很多具体的例子的 那其中他说 揽用市场支配的地位 那给个例子呢 他说有些市场占有率高的公司 为了保持市场的地位呢 限制供应商 向其他商店以较低价值供货 甚至呢 不许他们向其他商店供货 否则市场占有率高的公司呢 就不会再采购供应商的货品 那他给个例子呢 譬如他说 黎智英先生以前那个 苹果出销啊 和法国一个大型的超级市场的集团呢 那个家乐福呢 在香港两家超市的市场呢 向供货商施压 就暗然离开香港的市场 那我相信这个是一个 就是出现过的事实来的 那所以他这个电视节目 拿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啦 第二 他说合谋定价 他说 多个竞争者呢 为了要减少那个价格的竞争 互相 即是商议 定出一致的价格 那通常呢 大家都会在那个调整价格之前呢 就进行会议啦 商讨大家接受的价格 然后呢 各自公布定价 那所有竞争者的定价呢 或者加减价钱呢 都是相同的 那他说 例如很多间石油公司的定价一致啦 以及呢 数年前有几间电话公司 一致性呢 就加价二十万那样 那好像最近香港都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例子的 那都是 有一间公司呢 就即是建议啦 那向他那个 他们那些 那个retail shop 他们呢 就将他那个 那个面粉价钱呢 就说 哎 我们大家要加回二十百分之类的 那其实呢 都有 全部都有指讯这个问题 这个就是合谋定价啦 那样 但背后我们发现呢 其实又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现象的 那第三呢 他说分割市场 他说多个竞争者搭乘协议 让各个竞争者呢 是只在特定的范围内经营 并不能够在其他的地区经营 那譬如甲公司在沙田区经营 而公司在大埔区经营 那丙公司呢 在荃湾区经营 但甲公司呢 就不能 不可以在大埔或者荃湾区经营的 那这种这样的如处类推呢 香港的例子有电力公司啦 九龙和新界呢 是只有中华电力公司 而香港和南亚岛呢 只有港丹公司经营了 那就是香港现在出现的现象啦 第四啦 那他说呢 独家经营了 他说大集团呢 可以向一些厂商协议 要求厂商制度的产品呢 只在一家或者数家商店发售 其他的商店呢 不能发售有关的产品 那另一个情况呢 就是生产商呢 只是向一家或者数家商店供货 那个售卖有关的产品 但不容许其他的商店 以任何形式售卖有关的产品 那如果其他的商店售卖有关的产品呢 不论是否正货呢 都会被生产商视为侵权 要求赔偿 那就是他会定义这些协议啦 那第五啦 略夺性的定价 他说大财团呢 和由经营的地方大 广告多 成本高昂 那有些大集团呢 为了妨碍小商店经营呢 是定出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 务求令小商店顾客转头大集团 令小商店不能够为前经营而倒闭 那他举个例子啦 他说例子呢 早年超级市场呢 以每斤十九元的低于成本价格 卖尊育 结果呢 很多屋邨里面的村育档呢 就倒闭了啦 大陆啦 他说呢 捆绑式的销售 供应商呢 规定 购买者在购买一种产品时呢 是需要同时购买另一种相干 或者不相干的产品 以协助一些不受欢迎的产品呢 打入市场 或者提高的市场占有率 那顾客呢 在强迫购买另一种产品之后呢 不能够退货呢 那有些 比如例子啦 有些私人的屋邨呢 规定呢 管理费里面呢 包括某公司的电话 和宽频业务 那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第七 规定单一售价 或者定立最低 或者最高的售价 那譬如生产品 或者批发商呢 规定某些产品 只能够以一种某种价钱出售 或者规定在某个价格范围内出售 不能够低于或者高于某个范围的价格出售 否则呢 生产品或者批发商呢 拒绝再次供货 或者要求商店作出赔偿 好了 第八 串谋投标 那投标本来是一种商业的手法 那参与者呢 就定下自己认为合适的价格 互相竞争 而获得营商机会的一种方式 那串谋投标呢 是指 几间同一行业公司 互相协商 决定某一间公司是获得商机 其他公司不会参与 或者投标 或者以一种无法竞争的价格 来竞标 第九 他说明显的价格歧视 生产商或者供货商 以极低或者低于成本的价钱 将生产卖给大集团 或者同系公司 同时以高于成本价格 钱买给小仓商 或者不是同系公司 目的是令大集团 或者同系公司 提高市场的占有率 第三 独家经营 独家经营 即是不同独家的经销 独家经营 是指 这个地区只有一家公司经营 不能有其他竞争者经营 但事前 没有跟其他竞争者的商议 这种情况出现一些私人屋邨里面 只是准同系的超级市场 在这些私人屋邨开分店 而不能够不让其他竞争者 在这个屋邨里面开超级市场 最后第十一点 他说 透过收购和合併的垄断市场 大集团是透过收购和合併 相同业务而具有竞争力的小公司 不合理地扩大市场的占有率 并且减少竞争 以上这些都是一种限制竞争的商业行为 当然限制竞争会令市场缺乏选择 集团没有办法在价格竞争会提高定价 以消费者成本涨升 品质缺乏的质数竞争 当然产品的质量就会下降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节目 都讲出很多具体的 每一个问题都有具体的真正正发生 不是一种想象的 所以大家有机会看这个节目 都觉得工程竞争法是很重要的 是一个消费者的 是帮助消费者的 于是你看到香港的消费者委员会 差不多是带头来帮忙 推动这个 所谓公平竞争法 好了 问题就是这个法例是否这么简单 反对的声音当然很多 其中有很多在网上都有留言 他说 我曾经所讲的这么多 这么多的现象 在很多其他国家 已经有了公平竞争法 但是有了这些公平竞争法的国家 不见得的问题是消失了 好了 那我们怎么看呢 好了 黄伯就是施治医生后会的行政总监 他这方面很清晰地分析过 上次孙柏文解释得很清楚 每一个我们所谓七宗罪 就是香港那个竞争会 他们就草拟了 他说 其实我们公平竞争法 其实是一个很广泛意义的法例 我们只不过香港暂时 就是想只是处理这种 七种这种反公平竞争的行为 但当时 萧柏文是逐点逐点击破了 或者我补充一点 因为我没看到你的资料 因为我重温了 EEC 即是 共识成立时 1972年 它有个treaty 有个公约 即入的条件 就是加入这个公约 共识的公约 其实它里面已经有 而你刚才提的东西 就是有不准 简单来说 不准有这些行为 因为你加入一个共同市场,目的当然是推荐共同市场的公质发展, 共市现在欧盟是一样的,但它其实是定了的, 在一条半页里面,几种计划一定不付的, price fixing agreement, 即是你固定大家计定价格的,不付, market sharing agreement, 这块是你的,这块是我的,不付, agreement,apply dissimilar condition, 即是不同的,不付出货, 去equivalent transaction, 令到其中有些比其他好处的agreement, 即是大家本来都是trade partner, 但你那个好些,你那个agreement他那个差些, 这些全部都不付的, 另外,其实欧洲的法例是比较简单, 因为他师傅罗,他讲了原测的, 所以他亦都叫做competition law, 即是美国是复杂一点的, 美国有antitrust,反垄断, 美国的观念是多一点的, 但他美国起源那里, 其实都是trading的问题, 其实起源是保护私有产权, 引起的, 即是原来是, 给你自由贸易的, 完全自由贸易, 但是贸易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的贸易是伤害了私有产权, 其他人的产权, 那就不对了, 所以由此引申到有些法例出现, 包括那些, copyright那些, 因为你拿了别人的东西, 拿了别人的东西, 拿了别人的copyright property, 那你变成了个过程, 就是伤害了别人, 即是那个trade party的law, 原来的development是这样的, 所以后来才出现, 他不是不让你竞争的, 只是说你的竞争害了别人, 就不给了, 即是基本观念是这样的, 所以他说, 一般来说, 不是competition, unfair competition, 因为不需要有competition, 你都不能做的, 有些事情, 即是基本上, 你亂的, 譬如你欺骗性格格, 那就是犯法的, 即是你骗钱, 不需要和你竞争, 即是那个law 其实就是意义, 精神不是在于竞争, 而是你那个法例, 即是他的development, 其實我们到英国也是这样的, 即是如果你的合约, 你的合约是会影响别人的合约, 那你的合约就犯犯, 即是这个合约就不能成立, 合约条款, 即是如果你的合约条款一条为, 是离联职的时候, 不可打回同类工, 十年, 那这条款是没效的, 这些当然不是很有系统, 而是至不过在观念上, 因为你的这条款, 影响了人家的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活动, 或者还有卡特尔, 那些卡特 agreement, 即是我和你签合约, 不准你卖东西比他便宜,我又卖东西比他便宜,但是不准的 我有这种经验,有一次过年去买鞋,那个人偷鸡的,买卡市 买这么便宜给他偷鸡,原来不准卖东西比某个价格 代理说是这样的,有这样的东西 但是他都去偷鸡 是,那么多 我告诉你什么呢,无论你的合约也好,还是几死也好 始终有人会偷鸡 这个才是资本主义最可爱的地方 有个法例就是不让你偷鸡,所以才是立法 如果你偷鸡,就捉你坐鸡或罰款 那个合约本身没有效,如果普通法 那你现在那些,比如这条法例 你有没有这条法例,其实有什么法例 就是保护自己的生权有法例 就是说,为什么要立这条法例呢 就是清晰了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发展来的 譬如很清楚说不准你用的那些计划 如果你说共识是七几年开始,共识这么成功 自此之中,就是你加入共识这个家,做贸易 所有做贸易都要帮排这些基本原则 还有一个原则,你不能在任何市场里面有个主义的位置 它不是不让你有主义的位置 是不能给你是乎的,是不能对 只不过,如果去到一个level 比如40% 一般是一个valued market 你这些就要小心 你有任何行为,它觉得你是被乎的 即是如果标机在美国,它就能证明自己没有乎的 自由的,你喜歡的人就進來,我沒有故意不讓人進去 而他真的變成了80% 我想歐洲的競爭法的精神跟美國很不同 他認為什麼叫公平競爭呢? 就是越多參與者,就是越多競爭 而美國看的方法是不同的 他就希望是Winner's Day 做得好的,你就可以留下 做得好,當然它包括最終消費者是得益的 因為你做得好,你的產品做出來又便宜又漂亮 你就可以留下 所以跟歐洲的做法是很不同的 所以你說如果將歐洲 我們香港,如果政府想走美國路線或者歐洲路線 其實我懷疑政府裏面有沒有這樣的人才 基本上我猜它是沒有分的 就是政府做這些引游法律的做法 通常是看全世界的 見到的報告都是看全世界的情況 而是說香港應該怎樣 我講個故事給你聽 當年那些地產經紀沒有法律監管 後來有一個局,監管和玉兆禮監管 那個人根本是抄回來的,知道嗎 對,是抄英國的 原本只要抄 我想說如果現在寫一條不公寧願法 我猜它是抄英國的 那條法案我以前曾經草意過一條 就是1995年那時候 有議員可以入入Pirate Member Bill 1995到1997的兩年 剛才羅庄國叫他去試一下隊友 他說要提出不公寧認真法 1995到1997年 那後來不是沒有做到 很久了 你知不知道英國,如果你用英國的例子 英国通过这条competition law 他的咨询可能是做了 以我所知他做了7年 不像香港这样的情况 其实现在香港都是土法炼钢 要快要快 像做西九又说要快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快去做这件事 但是如果你说这件事 我自己有人参与 我都说95年 因为我是参加英国 和他改革 草意那条表 1995年到现在是13年 而1995年之前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我最好说的历史就是 讲一下又停下 说拿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拿出来呢 当然是很多老板给他压力 他不敢做 是有这样的事 虽然英国、美国、欧洲和美国不同 如果你说刚才 阿医生介绍的说法 美国拨里面其实大同小异 比如他有些侵害性的推销定价 他强调不是你 耳界有问题的 但你有伤害性 伤害性 有个法官有个案例很好的 如果有间 有间 小镇 有一个寡库去经营 做得很好的 但是要走下去 开同一个项目 搞到他没办法 这就不压 我想商家也不会故意 随便用人手 如果他要垄断 香港那些会 香港那些用 就是屋邨把猪肉档都滚走 大财团进去开超市 然后19元斤猪肉 那些猪肉档是怎么生存 那些猪肉档就在白街买猪肉 在自己买出来 我见过真的 会的 会的 我们首先看 如果一个市场 一间公司 例如猪肉档 因为竞争底下 他被逼走 那当然我们作为人 说超市场以大欺小 但是问题是 究竟是因为他的竞争力低 而走 可能你说 但是超市场以本商人 我们去看回 刚才说 TVB 说了很多 十多点 我想我都无论 如果逐点说 说到明晚都说不到 但是最后 这些事实 十一样 他说是市场 他留意到 观察到 但是最后 立论的 我又不觉得是一个事实 他说 因为有这些现象出现 所以 就会缺乏竞争 而最后导致 产品的质素下降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看到 应该 某程度 超市场已经 已经 扩走很多猪肉党 我们见不见到 他们的 超市场产品的质素下降 反而现在 因为很多安全问题 人们反而不去小店 去超市场买东西 很明显 顾客 已经用他的脚 去反映出 究竟 这些产品的质素 是否有效 这些 TVB 如果刚才他说的 其实根本 这是一个造作 是十一样东西 都有 但是最后 他说的东西是五度 我觉得 所以 我们要看看现实 究竟 产品的质素 其实是没有 如果不是 按照计 超市场越做越差 越来越没有人去 我很大胆地说 TVB 他作这个 conclusion 是比较 不是很严重 事实上不是这样 以上这麽多行为 其实都 未曾导致 产品 缺乏负素竞争 产品质量下降 其实我们未看到 那 一般上 你看 有一种做法就是 我用很低的价钱 来趕走到你 你走完之后 他独占了地盘 他就会提高 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 因为我知道很多公司 其中 我有朋友 他的公司就是 他常常去买 人家的小公司 那些产品 那些产品 根本不是那麽好 那他为了 为什麽 用这麽多车去买 其实就是 所得到市场的占有率 很明显 很多大公司 背后的企图 都是 我佔了你的市场 佔了率 赶走你的公司 我买了你的产品 合併了你之后 接着他便会开价 是吧 这种情况 其实 背后的动机 可能都是这样 动机 他有这样的动机 不出奇 但那些人的成功 应该是一回事 就是我 首先 你怎麽看一个市场 你说 就算好像超级市场 现在 当他趕走 所有的街市 小贩 你现在看到 其实 已经在新界 有很多的主户 他们已经去深圳 买菜 行位买菜 这个问题就是 你白街上龙 你最多是垄断香港 你能够再垄断中国的市场 再垄断深圳的市场 在现在 我都说过 在现在环球 全球一体化 而且网络 这麽发达的市场 你根本 很难去做谋出 当然 我个人意愿 譬如我做商家 我当然是想 把所有的竞争者 然后提交 但你现在怎麽看 你一上网 就知道 猪肉你收100元一斤 我不去 我宁愿回深圳 走些水火猪肉 是不会的 我住上水很近深圳 你叫我为了 买猪肉过境 你不会 你不会 其实就是很近的 街市和 那个 supermarket 和那个 药房 买奶粉 买洗头水 他真的可以便宜 费了你十多二十个百分 而他是并存的 so far我看 是这样 有些这样的情况 因为你有个 location 的问题 你刚才说 对的 你赶不住他的 因为他有黑市现象 你当你的家 有不同的 同样东西 一定出现黑市现象 但问题 商家也不是要赶到100% 留下1-2% 或者你买水火猪肉 开场水 火车站近 是可以的 是会的 但这个是不是一个 好的市场 因为在欧洲的法例里 它说是一个valuant market 你不可以有多面临的情况 valuant的意思 即是 它没有下跌 但是 你相信 九龙香港可以是两个market 可以这样看的 卖水果是一个market 但是 三个平分枝 苹果 橙 是分了三个market 在那个market里面 相对来说 你不可以 有那个 垄断的情况 有的话 不是不让你垄断 你不可以abuse 即是你真的要证明 怎样计算呢 我不是要 用价值 我不是用坏手段 我不是用坏手段 我是这样买的 但你没有坏手段 比我好 你占100% 也对 是对的 没理由硬要说 你不行 你一定减价 就回小贩的 小贩的价格 比你高 他只是不准abuse 简单来说 我可能说是好 还是不好 但你说共识 是四十几年 七十二年开始 以及现在 吞拼了其他国家 即是如果 原则定下来 不是好 恐怕他不可以 那么 有一个现象 这个共识 即是欧洲的现象 我记得 很多年前 我们很喜欢去欧洲 意大利 买便宜 西班牙 买便宜 还有这些 便宜的国家 无论 今时今日 到了之后 全部都是一律 同样的贵 所以你说共识 这些 我不知是 有其他原因 可能和公民计则 没有关系 这些是完全全面贵 你一合并之后 全面贵 就不是说 有些便宜的国家 有些贵的国家 没有了这个选择 很明显的 现在在欧洲的现象 其实欧洲共同市场 或者现在欧盟 它成立的目的 当然有些是想抗衡美国 但是抗衡美国 你也要有一个经济实力才行 他有一样东西 你看下去 就觉得他很繁荣 就是因为 他是某个程度上 他是促进贸易 是在他欧盟之内 促进贸易 当然这个对他的经济实力 是有帮助的 但是你说 他再有 譬如说 定这些公平行政法等等 其实他就是 叫多些人进去玩 然后 你看到 其实欧洲公平行政法 很有趣 很多美国通过 我们再看 就是好像 GE 和United Technologies 就是他在美国通过了 但是他去欧洲 就过不了 其实很明显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保护主义 所以我们看到 公平行政法 其实对一些大国来说 就是一个保护主义 就是利用这个法 如果他意义 他是有这个 就是你国同国之间 但是你国同国之间 当然有足够 barketing power 因为你可以不同的贸易 中美的贸易 所以如果香港去设立公平行政法 就是我这样看 你和美国玩 其实是根本 因为你本身都没有 巴金 power 你还要搞这些东西 我不觉得对于香港是一个 好的 但是那条法应该是 包括这个 internal market 不是international 有些人就说 为什么要有公平行政法 就是因为各个国家都有 或者是外国 为什么每个地方都有 你没有 有时候就是这样去说 一个例 人有外有 这个绝对是 哈哈 就是外国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大家应该可以有目共睹 好 那大家休息几分钟之后 想想之后 就再继续 如果有兴趣参加我们这个讨论 都可以打电话 二线电话 是2134-1134 或者我们ICQ的 number 是439-457-249 好了 数分钟之后 我们再继续 哎呀你轮转的你风湿骨痛 好辛苦啊 奶奶 我刚刚买了一个最新科技的 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缓任何通症 那就不怕风湿骨痛啦 哇 这么好的 那就买多个分享给阿姨婆啦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六畅二健康店买到 电话288248400 网均是3w.h-e-a-l-t-h-s-h-o-p.com.h-k 好了 那我们又回来继续讨论一下我们香港最近又有人说的所谓公平竞争法啦 或者是叫做计划的竞争法啦 那其实早前啦 我们一年之前啦 那 那孙泰文呢 也都提出过那几点的 那他说呢 那个法律其实是很矛盾的 那其实呢 那其实呢 那些质行方面呢 都是有反效果的 那他说呢 最好就要小心一点啦 不要我们给一些好心的官员呢 太大权力去做坏事 那他其中一个具体的讲出啦 他说呢 他说有这个法例之下呢 其实呢 譬如你说去加价 那你加价可能犯法 也都可能合法的 那譬如你说市价升了啦 那你加价 那你就会被人控告呢 就是合谋定价的 如果减价呢 也都可能犯法 也都可能合法的 譬如市价跌了 那你减价 那你会被人控告呢 你就是略夺性的竞争 那你会被人控告呢 你就是略夺性的竞争 为前价格不变呢 亦都可能犯法 又可能合法的喔 你会被告呢 是那个操纵价格的 那就是说呢 这个法例呢 其实呢 在很多情况之下 你都不知道怎么做好的 你做什么呢 很可能变得是 触犯了这个条例咯 好了 黄白你再 就是呢 就是反对的声音 我们就听得不太够的 就是我们 因为你表面的字眼是很好的 公平竞争法 有没有人不想要公平呢 是不是 但是就有很多人都提出反对原因 那第一个就是呢 就是这个这样的竞争法呢 其实呢很多时候是很难执行的 那所谓什么叫做公平竞争呢 也在定义上呢 是有时真的很难判断的 那虽然呢 我曾经都提及呢 就是其他各国的国家呢 都有这个法律呢 那但是其实 他说的范围呢 其实似乎都是很相似的 不论他是澳洲 加拿大 歐洲联盟 新加坡 英国 美国 其实呢 其实都是说这件事的 这个立论 但是呢 在进行那方面呢 他有一些细致的 还有呢 有些人呢 就豁免的 就是很多豁免的 有些小公司呢 就是很可能呢 他是要做某些东西的 那他说呢 可能基于公共政策 或者经济理由呢 給予豁免的 那当然呢 豁免权呢 是可以很大的 那我记得呢 就是有特权阶级 是的 那就是 孙盟也有提及 就是这个很危险的 有些有些机构 有些委会的人呢 可能的权力 会大得很厉害的 我想 那 不要去 说 是不是有些人权力很大 这个 因为都被发生 我们不要说 不要太选择了 不要太选择了 看看我们 嗯 刚才有说 就是TVB 讲的十一样 是的 我们就看分割市场 OK 那 香港最明显的分割市场 就是电力市场 是 那这个东西 是哪个分割的 是不是我们市民要求 就是 就是 中电就管九龙新界 嗯 港灯就管香港 或者 和南丫岛 嗯 就是 我想是政府 是 就是 看最近 那个 资讯 那个 电力协议 最近 放不出来 9.9% 资产回报 每年 是的 就是 我想说 如果政府真的 很想去促进 这个竞争 那 为什么他不叫 两电去联网 呢 不要说 直接说 叫多些竞争者进来 就说两电联网 那联网不是更差 联网不是更差 联网不是更差 联网不是叫他吞拼 只不过是 我 中华电力 我可以卖电给香港 是 他便宜了 便宜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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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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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定会负责 是 是 是 会负责 有些情况 例如 Law也有专利 Payton 是 那为什么有 是负责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东西 R&D 或者原创性是大的 电力 你不给 没有人 这个可能 但当然 香港的情况 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你想想 如果有一条法律,好像有一条人权法,你可以打官司,就要开放那个。 即是他一不小心,不记得豁免,或者他漏了某些东西, 你其他财团就可以挑战,为什么这个市场是有人在垄断。 但如果你没有,现在做的事情,如果你的世界表现全部错, 刚才说的,限价,这些就是垄断性价格,或者 vertical的,中向和横向的垄断,合约, 这些在外国不可思议,你一定要买货给我,不然我就不给他货你, 你不可以买货给他,这些在外国立即犯法,立即逮捕,你根本不逼得任何。 但是我想说,除非现在香港的经济很差, 我看到香港似乎的经济比外国,有活力, 给很多外国的经济看,是有活力, 我假设这些是存在的, 为什么香港应该做得很差,为什么不做得那么好呢? 因为香港一直都不是自由竞争, 不是自由竞争, 香港从来都不是自由竞争, 那不是自由竞争,所以就经济好, 你留意香港, 所谓的垄断的情况,不是太过分的, 为什么?因为政府要干预, 其实是有干预的, 因为政府的权力大, 如果不干预, 美国不干预, 它就靠法例, 就变成了资本家, 你自己打官司, 如果有个单位大, 就是某东西要垄断了, 是政府背后私家压力, 比如你霸街, 你霸街市场太厉害, 如果他放一些人上街买小贩, 你已经死了, 不买小贩就不行, 政府, 那你没有啥子垄断了, 它是有其他手法, 中国也是一样, 因为它是继续经济的, 我从来都不是自由市场的, 背后很多手段, 都是计划竞争法, 已经进行计划竞争法, 原来有的, 用计划手段来保障自由贸易, 不是用一个很明显的法律, 不是用一个法律的方法, 但是这个计划过程, 以前你欧洲英国那些, 其实都是靠这些压力, 政府压力, 整一下整一下, 就有很多这样的法例, 部纳了出来, 以前没有人权, 法律不是很差的, 太差的时候, 就有些压力, 令到政府改变好, 那现在政府在做的事都很好, 不如叫外国学我们, 不要我们去学外国, 我一向都觉得, 在外国, 你看到他们的经济之所以好, 其实都是有其他的因素, 就是他们有很多的知识的产品, 很多发明物, 他们的科技的发展, 令到他们的经济好, 都不一定是在他们有很多这些很繁复的, 很复杂的法例, 而香港反而过去没有, 香港只是在一个这么少资源之下, 都发展得这么好, 香港好像全世界大陆富裕的地方, 已经排得很高, 有时候我觉得, 不要说因为人家有而自己做, 最重要,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 值得模仿的, 不一定值得模仿的, 以及我们背后的背景和他们的背景, 是其他都很不同的, 我想我们狮子山学会, 又不是说包咬颈的, 就是说我人家有, 我们有偏要没有, 我想不是这样, 亦都不是这样, 亦都不是这样, 只不过是我们, 真的要去细心去想, 不要这样照去抄袭, 其实我们香港, 都创了很多潮流, 我们看回来, 例如好像低税率, 或一税率, 如果说二、三十年前, 你听到有哪一个地方是这样的, 只有到处抽税, 抽到很重的, 但是其实香港, 我们想想, 都不是一定要这样去跟人, 其实我们想想, 或者我们可以创出潮流,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而且我们看到, 香港一直没有这条法例, 但是都做得很好的时候, 那是不是其实我们都, 对这个世界是一个典范呢? 人家可能要跟一下我们, 我们这么简单都可以做得这么好, 是啊, 就是不要说, 每个人都跟外国, 我想最重要的, 很多事情, 你迫着要跟别人接鬼, 就是你做得很好的人, 但是为什么你都有呢? 因为你不接鬼, 别人又可以有个, 国际贸易的压力给你, 例如我们劳工法例是没有的, 以前没有同工法例的, 贸易从来都不是因为法例, 我和你做生意, 贸易从来都因为, 我赚钱, 你的产品又便宜又好又正, 但是你知道, 七零度, 就是美国, 本来和你自由竞争, 香港没有任何贸易迫离, 所以它没有什么道德, 你又说我不给你那些货入, 从来最恶就是这样, 我完全没有关税, 但是问题是, 它有一个东西是指责你, 你有同工, 所以七零度就要立些法例, 这个只是借口, 因为你事实上是有同工, 你没有法例保障劳工, 你没有法例保障劳工, 或者七日隔期都没有, 即是你七零度做这些东西, 那整天国际会指责你, 人家有一个借口, 就会设定贸易的壁垒, 因为我跟你是不公平竞争, 你可以这么剝削, 我不行, 我这些产品都会输给你, 就是你和国际贸易有时候, 你是不是要跟随? 那你设计这些法例, 其实跟随着世界上, 连祖国都弄了, 不公平这个, 祖国弄就是因为是一个, 要入世的, 不是入世的, 其次它最主要是因为, 它是一个保护主义的工具, 好像刚才所说, 你看看它, 所有的国企都得获得豁免的, 国企, 是, 那个, 营运又, 没有什么效率, 是, 应该更加要打破去壟断, 但仍然比国企存在,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工具, 还有一件事, 因为你刚才也触及这个情况, 就是说, 所谓公平竞争法, 在一个世界的所谓全球化, 其实是可以给一些国家, 侵犯我们内部的经济市场, 因为如果你不让它进来, 它就说你, 就是, 就是不公平了, 是吧? 那么, 我们都看到一个现象, 在这个所谓叫做, globalization, 整个process, 其实背后都是很危险的, 就是, 我从来不觉得, 我这个地球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现象出现过的, 还有, 就是, 我会看, 我觉得, 地球一体化, 是, 是在我们的自由的现象, 在我们的自然界的现象, 是没有过这样的例子, 就是, 世界大逢, 但我觉得, 你要想一想, fair competition, 公平竞争, 跟fair play, 是两个东西, 是, fair trade, 公平fair play, fair play, 因为, 就是平等, 我用足球的例子来说, 是, 是, 英国足总盃, 每一年都会有最好的球队, 对英超去打, 但也可能是英超, 对丙祖的打, 丙祖的打, 他未必是不太好, 但可能他, 那年是零零色色, 又好赛又好, 他可以打得很上, 对总决赛, 就是, 一队, 可能是英超的队, 对丙祖的队, 对丙祖的队, 你听了没听过名字, 都不出奇, 整天都有, 即是淘汰赛, 哦, 就是, 其实, 很多的法律精神, 就是, 要提供, 他不是fair competition, 就是说,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 你用键, 我用键, 你用键, fair competition, 就是要英超让两球, 是吧, 那是不行的, 他要提供一个, 提供一个fair play, 即是说, 我不理你什么队, 是一个, 限制这样的规例, 如果你一破了规例, 我立即, 就算你是阿浪, 你插水, 都要照停赛, 就是这样的精神, 其实很多人都误会了, 变成了, 都要是fair competition, 我们不是要求fair competition, 要求fair play, 大家都在同一个系统里面, 一个同一个规例里面, 角出其谋, 你刚才说的十一样的现象, 每天都在做, 全部都包含了horizontal expansion, 中向和横向的竞争, 中向和横向的竞争, 我简单的解释, 中向的竞争就是, 譬如我在一家面包店, 我觉得, 好, 其人都喜欢买整个面包, 我想做好些, 但设计更多些的时候, 我可以收购一个, 同行和借钱, 收到一家面粉公司, 便可以买便宜些, 便可以买便宜些, 有什么问题, 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每天都在做, 而且又好又不好, 你收购了面粉厂, 到经济不好的时候, 可能你承受经济的风险, 能力又少, 这件事不是, 当然, 你说有economy of scale, 越大的就越有个优势, 未必, 看看什么事情, 你看玩豆瘦棋, 老鼠吃大象, 我们不可以这么片面, 这个社会是dynamic, 这个社会是不断的演变的, 如果是这样, 恐龙应该不会绝肿, 应该继续称霸地球, 是, 消威会说, 不要误解, 这个不公平竞争, 是不准夹架, 又不准夹架, 不是这件事, 这个是一个很表面的, 很好, 很表面的, 没有人这样认为, 要我看, 刚才你说的, 不是不准备竞争, 即是, 美国的法例的精神, 整个地方是欧洲的, 其实他只是说, 你不准有侵害性, 你故意去商外人的竞争, 其实我这样抄下都有很多案例, 有三间校长案, 有一间, 有三个校, 有一间做得特别好的, 学费又便宜, 先生又正, 令到两间无法竞争, 打官司, 但他一定是没问题的, 人家做得好, 一间垄断了是没问题的, 另外就是, 有人建了围场围着人, 要他拆掉他, 他说, 如果是为了贸易, 建了围场, 没问题的, 但他建了围场, 就为了阻止人家的空气, 立心不良, 这个是恶意, 那就是要拆掉围场, 另外呢, 做一个, 这个有趣, 就是为了, 有些暴猎, 有人在暴猎, 有人在开枪, 押走那些猎物, 变成了野兽不来, 告他, 要他停止这些行为, 那人说, 如果他是为了, 打猎物, 他开枪是对的, 但现在, 这个人, 即是在开枪的人, 就是因为, 有些人在打猎物, 在暴猎物, 所以就开枪, 吓走他, 那就禁了他, 所以所有破坏竞争, 他的意思是, 你是恶意的, 即是破坏自由贸易的, 但不是因为你自由贸易, 令到有些人, 即是刚才, 校长案一样, 即是说, 三更侯效, 很明显, 我刚才举个例, 即是说, 在一个小店开一个shop, 这个法官的名案里面说, 如果, 有间shop, 喜欢进来开, 没问题的, 他比你便宜, 好过你, 然后, 逼走了一个寡妇, 做得很好, 没问题的, 你的寡妇有自由, 就去集合镇里面的人, 杯葛, 这个是另一回事, 但是呢, 如果纯粹是贸易, 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他故意是来报复, 或者有些什么, 是个人恩怨而离, 这样呢, 他就是充满法内, 你学校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即是原本是好好的, 即是, 是三间学校, 有一间做得好, 那两间不顺眼,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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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这个法例, 就不会有这样的选号, 即是, 其实打官司,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现场, 而且, 我们看到今次, 《公平竞争法》的咨询, 最担心的是那班中小企, 其实很奇怪, 其实大家想着, 中小企应该是得益的, 即是, 如果那些大公司, 可以告他, 但是, 其实, 怎么回来看, 是否真的, 小公司会有得益, 你知香港的律师多贵, 唐费多贵, 最后, 如果真的打官司, 谁有得益? 是, 所以, 我们不是说, 有些人可能说, 你支持公平, 不支持公平, 因为你, 因为我们, 大裁断, 是, 我们会看他, 可能要帮他, 其实不是, 我们看回他的情况, 原来, 中小企, 反而是最受影响, 是, 所以是, 顾到整个层面, 是, 但是, 道理在哪里, 为何会反对公小企的受影响, 因为他是垄断之下的受害者, 不是, 你说, 为何有些中小企出来反对, 我, 我, 很容易解释, 有些人, 慫恿他出来反对, 是的, 慫恿他, 即是, 他们不是没有, 他都想过, 即是, 你这么看, 你这个原因, 他为何要反对, 我不知道, 中间argument是如何, 我就不觉得, 即是, 有人出来反对, 中小企, 有三个, 有三个, 定义可能有五十个, 五十个工人都算是中小企, 那些老板不是傻人, 不是, 你煽动他, 他会出来说话, 是的, 而且, 我们看, 就是, 所谓的, 我们刚刚最近看了一个案, 微远, 说想收购Yahoo, 是的, Google, 就说, 微远弄断, 我们看这个案子很怪, 是, 如果, 你以公司的size来说, 微远, 就的确是比Google, 是, 但是, 在网上搜寻器, 来说, Google, 就占了75%, 所以, 微远呢, 他就很, 很, 他说, 他没有说他弄断, 因为他自己买过东西, 他没有说他弄断, 但是他写那篇文章回应, 其实就说, Google, 你占75%, 我买了Yahoo之后, 我更加, 是促进竞争, 就是, Google, 你弄断, 我们看到这个case, 大企业, 中小企, 可能他发展到, 他发展到一个很好的产品, 是新的产品, 创新的产品, 他很快就拿到市场八成, 然后, 大企业, 他想加入, 又理可途, 我想加入这个市场, 问题是, 他可以说, 小公司垄断, 因为以市场界定的话, 小公司可能是占八成的, 我看到其实, 这个竞争法的危险性在于, 如此, 中小企, 会有担心的原因, 亦都因为大公司, 可以这样利用, 而说财力, 去打官司, 你永远不能够跟大公司, 因为他在他的办公室, 是, 对背后, 我们看到几样东西, 我们讲法律, 法律, 当然, 如果要执行起来, 可能要打官司, 但整个官司的步骤, 整个程序, 都是绝对不公平的了, 不是很多人打得起, 不是很多人玩得起法律, 这个游戏, 所以, 如果我用法律来制衡, 就像你所说的, 那就是和你打, 那你就实施输了, 而且我觉得, 在这件事, 就是魅远和Yahoo, Google, 这件事, 我觉得, 可悲的地方是, 两间, 或者三间, 这么好的公司, 就是, 他不要正正经经去, 发展他们自己的产品, 而去打官司, 就是, 我觉得, 这件事, 完全是因为有这条法例, 趋势, 既然你政府都给了一个, 借刀杀人的门, 不给我, 那为什么我不用呢? 我想, 这样看来, 法例的东西, 一来, 就必有一币, 我们一向都知道, 法例一向就是, 有利有钱那边, 是吧? 他又不是, 就是, 你说, 个人和个有钱的对, 如果你说, 一个行业来说, 那我想, 你一个行业最终去打钱, 打官司, 就不是那么难的, 应该, 你看, 三个校长也不满, 当然, 那件案, 是因为, 赢了那家学校, 八成那家学校, 侵佔了事情, 他没有, 有害性的垄断, 其实, 说了这么久, 我看了, 有关的法律, 他的精神, 他的理念, 全部都是一致的, 他并不是, 不让你垄断的, 你能够自由, 合理的, 垄断到, 你真的做得好一个人的, 那你不垄断, 他没有限制你, 过了一半就不准你, 我说, 没听过, 过了七成, 就不准你再做下去, 没有啊, 没有这个法例的, 美国也没有的, 他说, 只在一种情况, 你用一些有害的手段, 去维持你的垄断, 那就不对了, 那这件事, 我想来想去, 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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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例子, 说得很清楚, 那个法律的精神, 就不是说, 一般, 有些人会有人利用去曲解他的, 但是呢, 我记得, 孙先生学会, 孙范以前都提及过, 他当时都拿七宗罪, 每一个例子都举例, 当时他说了出来, 其实每一宗背后, 都不是因为不公平竞争, 每一宗背后都因为政府安排, 之类造成这个现象, 即是说, 这个现象要解决, 不是政府当初做的方法做错, 就不是用这个公平竞争法去解决, 我记得他当时, 就说了七样东西, 每一样都有一个例子给我看, 是不行的, 其实, 我觉得公平竞争法, 政府为什么这么想, 第一, 很多人, 就是我们人性, 都可能是有些, 就是, 坐强腐弱的心态, 就是说, 我大公司不好, 所以, 要弄条法例, 限制是他, 可能是有这个, 就是, 政府听到民间的声音, 第二, 我觉得, 就是他们想事情, 就是, 可能, 觉得, 你要我逐个行业, 就是, 我觉得, 政府, 公平竞争局也好, 公平竞争委员会也好, 都派官出来, 是一个很大的衙門, 英国有个, 绝对认同, 英国有个, 英国有个, Fair Trading Commission, 的东西, 还有, 这么多年法例, 打这么多官司, 那些钱又怎样呢, 那些律师就很开心, 官司, 有赢有赢, 赢有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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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这样的法例, 这么多人可以让我告, 我当然选择一些, 容易告的, 我会选择一些难告的, 为什么? 难告一些, 又长时间, 又未被告得赢, 你告一下林建岳也告不了, 我第一个, 当然告一下袁大明, 那间义务所, 不用问, 又没有人支持他, 很多次, 都未成功过, 至少七次, 七次, 十次都有了, 当然先告他, 不用问, 他不会先告八佳, 李嘉诚先, 很难打, 这个忧虑是有的, 我可以很简单地说这个总结, 其实这些忧虑, 法例帮有钱人有钱, 律师多那些, 有益了衙门这些, 所有法例, 都有这个目标, 你明白吗? 所以我们不要这么多法例, 我们是否不要呢? 不, 人权法也是的, 以前没有人权, 我刚才说了, 我其实绝对支持公平竞争, 但是支持公平竞争的方法, 不是在法内那里, 不是立法, 法例有好有不好的, 对不对? 你想开放公平竞争,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开放竞争, 就是开放竞争就可以了, 什么人都可以做的, 这些叫恶法, 什么人都可以做的, 那你想问, 自己都会监管自己啦, 是, 我觉得背后也是这样, 我经常都提过, 在十七世纪, 暂写英伦法例, Law of England, 好像Blackstone, 它曾经有一个名言, 法律越多, 就公正越少, 所以我觉得公平竞争, 你看回电视节目, 和我所看到的七宗行为, 都是可恥的行为, 每个人都觉得, 那么坏, 一定会制裁他, 但是很多时候背后, 小心一点, 不要好心做到坏事, 我们看回我们, 或者最近禁煙的情况, 大家想一想不到, 结果背后的结果是这样的, 不, 我觉得暂写英伦法, 挺好的, 多了一个景点, 叫做打边炉, 在禁煙法之前, 我很少闻到烟味, 今时今日, 我走着街道都闻到, 当时我们都未想到, 有这个现象出现, 因为我觉得都应该要禁煙, 但是因为, 香港的情况很特别, 香港的街道很小, 那些人真的走在街道, 都是你脚踩之肩头的, 好了, 我们禁煙法令到那些人, 本来是一个局限的地方去吸烟, 或者是家里, 室内, 现在过去街道的陆级, 可以这么说, 我现在常常闻到烟味, 我以前是绝少闻到烟味, 这就是, 我们过去的事情, 很深受的好事, 因为香港的环境, 结果做出了一个坏事, 而且这件事, 不单只是在街道出现, 而且很多的父母, 去吃烟, 尤其是住公共屋邨, 他们是楼下不吃, 你手里没有来工那么远, 有时候打边炉, 可能满了又不行, 他们就留在家里吃烟, 对下一代的影响更大, 这件事我们看不到, 我当时还没想到, 我当时还没想到,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 有时候去澳洲经过, 看到澳洲那里, 有些大厦那里, 有几个人就在外面崩烟, 我想一下, 哎呀, 挺有趣的, 因为他有这样的法例, 那些人不可以在里面吃, 走出去吃, 但香港不是, 香港这么小的街道, 你不用站在那里崩, 你一直在那里崩, 我每天都闻到, 以前我从来闻不到, 七百多万平方公里, 住一千八百万人, 香港只有一千平方公里, 住一百万人, 以前我从来闻不到, 以前我从来闻不到, 我当时还没想到, 这样很特别的现象会出现, 出现了之后, 都不重要, 但你现在要政府改, 他不会改, 他明知道坏了, 但他都不会改, 所以我们看每一条法例, 通过都要很小心, 就是这样, 因为政府不会那么容易拿走, 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远持政府特质, 好了, 这个题目, 希望大家有深一步的了解, 大家在这方面可以再想一想, 大家在这方面可以再想一想, 草案出了, 再看, 我们可以再看, 因为现在是凭空说的, 那条罗舍, 他草案都很清晰, 上次善重阶, 立法委员都说, 这七个行为, 香港的罗, 就是会在限制这七个行为, 当然, 背面的理念, 我想跟其他国家都差不多, 但质行方面, 你真的太过虚妙, 那他用这七个行为, 就来定这个罗, 但是, 问题就是, 上次宣法文都提出了, 每一个行为都有问题, 每一个行为的出现地方, 都不是因为没有这条罗, 是因为其他因素, 我们发现, 其实很多情况, 我们都是, 有一次看东西, 可能看得太表面, 变成了, 我们搞来搞去, 这个地球有很多问题, 其实搞来搞去, 好像都会搞不到, 就是因为问题的中心都不在那里, OK, 香港出路,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在香港的各问题的方面, 想得彻底一点, 希望做一些事情, 可以令到香港更加好的,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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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